顶着高温做馒头 志工们透过义脉帮助罗氏 全台各地总有许多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 来帮助游民和社会角落的罗氏族群 无论刮风下雨 水真伯都会号召着一群爱心志工们 一同卷起衣袖 每天来为高雄市的小港地区 游民和罗氏团体烹煮爱心餐 很好啊 可以打花时间又可以帮助人啊 可以啊 呼吁大家有空一起来啊 这样日子也比较好过啊 又可以做爱心啊 没啦 这个时间又不是很长 我是来这边很高兴啊 这就是一天过一天啊 对不对 没事做 来这边就是动一动啊 身体健康啊 强壮啊 小孩子比较大了 下来帮忙 对啊 对啊 也可以认识很多 很多阿姨们 一起聊天很开心 以爸爸为榜样 对 对啊 想说多学习一些 难以言语啦 发心默默帮忙他这样子 我在那个共同华啦 我在伊山的爱心餐 这个很好吃 我只能来志愿参加 现在很高兴 很高兴啦 他让我盖好啊 很好吃啊 很好煮啊 东西都很好啊 还有环保的概念啊 多位志工们 齐聚一堂 大家分工合作 有的揉面团 有的做馒头 忙着包装与接订单 大家忙得不可开交 每周三的馒头意卖 感动了附近的民众 常常是一到九点就全数卖光 十方新闻 归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